好那今天是2017年12月21號星期四 又收到一台這個割草機硬管的 然後它的機型是30T200的 那記得我們之前清過的那一台磚孔機 它型號也是T200的 那在那一篇我有說只要是這種二型層的割草機 基本上都可以拿來改裝成硬管的割草機或之類的類似的 那這一台就收到了 它一模一樣型號是一模一樣的 那如果型號一模一樣的話 就算找不到分解圖 那我根據上次的組裝經驗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那我今天就來分解這一台 因為我的習慣就是收到會全部分解清洗 然後再組裝回去再測試 那現在的習慣性就是我們先稍微測試一下 它的活塞引擎有一點點緊 聲音聽起來不是很好聽 不過沒關係我們還是要先拆 那整理割草機最主要就是先把這個拆下來 因為這個割草桿太長了 這樣子就拆下來了 那割草桿這樣子就拆下來了 那這個化油器它也是 應該是浮球式的 那一樣先把它拆下來 油管有一點緊 所以我們先把這個油斧拆下來 先把油斧拆下來 油斧也是固定式的而已 這個油管都要換了 到時候再換 那這個是大款的 可能是屬於大CC的 先來拆 這個最容易掉的東西我們先把它保留一下 到時候又掉了 那接下來可以拆這個 所以這一台的引擎就算壞掉了 還有另外一台 因為上次那一台我們測試過是沒有問題的 就算這一台引擎壞掉 我們還是有一台可以做替換 它裡面內部的狀況還算新的 蠻新的 蠻新的 那接下來我們把這個拆下來 還不錯 它的消音器感覺上 還蠻新的 沒什麼生鏽 這樣子就拆下來了 還蠻簡單的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拆上蓋的部分 那我現在要拆 那我們先把這個 拉繩盤的零件拆下來 那先把這個 火星塞拆下來 好 那我們裝這個 活塞頂鑄器 啊沒有可以用繩子 啊有的就用這個 它的擋力會稍微比較好一點 好那我們先把這個拆下來 這個拉繩盤的零件 OK 這樣子就下來了 那這個 這個我們之前有拆過 像這一台就比較沒有問題 它沒有咬的特別緊 所以這樣子就起來了 那接下來我們來拆前面這個部分 這邊有一個開關 有時候遇到這種又卡死的就很麻煩 先夾看看 如果最後不行我們再用火卡 這種是自動調整式的老虎錢 好它舊型的比較難用 新型的比較好用 好它可以自動調整它的夾力 OK 好那這個可能會稍微比較難弄一點的 因為它這個有這個東西擋到 好那三個都起來了 那剩這一個 這個 這一個就沒有辦法用 所以 這一個可能要用磨的 我們換一下這個 因為它十字的齁 非常容易崩搖 所以有時候遇到這種拆不起來的 要把它改成一隻的下去拆看看 一隻的有時候再拆會比較好拆 所以我們在磨的時候要磨得深一點 像這種比較放很久的機器齁 都會有這些問題 所以有一些工作齁 我們是自己要會做的 把它稍微摸得深一點 這樣子要拆會比較好拆 那其他有夾起來的可以先拆 OK 那這個沒有夾起來的 我們就要改用一隻的 我會特別把它摸得深一點 讓它比較吃比較多的牙 讓它比較吃比較多的牙 跳出來 然後這個是我自己做的防脫的 防脫落的 因為有時候用一隻的齁 它比較容易跳出來 這樣子就起來了 這個我特別做這一個是說 因為一隻的齁 它在跑的時候很容易這樣子滑出來 那我這邊把它摸一摸以後 它卡住以後 它就比較不容易這樣子跳出來 所以這一個小小的方法 也可以提供給大家參考 那這一排 這樣子就拆起來了 它裡面還算乾淨 所以這個我到時候用汽油洗就可以了 不用用水洗 那電盤也算乾淨 那接下來我們把離合器拆起來 這一台的東西還算完整 應該是沒有被換過 那這兩個不能泡藥水 因為會起反應 那接下來我們來拆電盤 那拆電盤 我的習慣是先敲一敲 輕輕敲就好 不能脫落就是不會脫落 你不用硬敲 其實這個都不用拆啦 因為都蠻乾淨的啦 這一台應該 沒怎麼用超過機 所以我這個齁 其實不用拆啦 把它裝好就好了 剛好可以試一下 我們上次弄壞又重新做的 這個 字句齁 這次做的比較小一點 因為也沒什麼材料了 當然這次也會把它做的比較方便一點 這個一定要鎖緊 你沒有鎖緊齁 有時候你用力一拉齁 它整個牙就被你拉壞掉了 那你鎖緊以後 它的固定的能力是很強的 我用電動板手 3000多公斤的 都不一定把它拉得壞 拉到上次那一台齁 整個曲軸都變形了 它還沒有壞 所以它的抗拉性是很夠的 但最主要你要先把它固定好 接下來 我們就來嘗試一下 試試看 我們接下來是要把這個電盤拉起來 通常這個應該都可以拉得起來 通常這樣子一拉就起來了 那上次那一台齁 是真的太誇張了 不過也因此學到一個小小的技巧 這個我可能要再修改一下 因為它這個都會擋住 我每次都要鎖緊 比較麻煩一點 所以我到時候再把它磨細一點 就是不要讓它說 整個會夾 那這有一個 半月擦銷把它拔起來 像這一個又卡住了 又比較難弄了 看起來就是生鏽卡住的 那這個拔不起來會比較麻煩 因為油封都擋住 你拔不起來 就沒有辦法拆起來洗 所以這個還是要一拔一下 OK了 拔得起來就好 那都沒有問題 以後我們就可以來拆氣缸了 氣缸狀況看起來也不錯 沒什麼大問題 那我們的習慣性就是 要拆之前先做一個記號 因為每一台機型有時候不一樣 要有時候震的反的 你也不曉得它裝的方向是哪一個 那我的習慣性就在這邊做一個記號 做一個我自己看得懂的記號 其實都知道了 接下來就快把氣缸拔起來了 接下來我們拆看看 又黏住了 那我們找那個銜接處下去敲 然後齁 我們換邊敲看看 它黏得太緊了啦 那沒關係我們可以順便把這個驅座像這個拆起來 都黏太緊了 看它的狀況好像 因為我又怕又硬拆到時候又拆壞掉了 只要有一點間隙就可以拆得起來 黏得蠻誇張的 都油割啦 難怪剛才在拉不好拉 還有裡面還有一隻蟲勒 都已經碳化了 那氣缸看起來還ok 沒有什麼問題 那我們看一下驅座箱裡面 來 唉唷 敲這種比較不會有問題的地方 先敲出一個一個空隙來就可以用 起直擊幫忙 看一下喔 這個可能都要拆掉了 到時候都上那個膠用膠的方式就可以了 還有 來我們檢查一下驅軸 嗯 驅軸的真柱軸層還ok 驅軸的軸層也ok 那活塞壁ok 活塞環也ok 一樣啦大部分都是這邊雞湯會比較嚴重一點 這個到時候都摸一下就可以了 那驅軸箱的軸層ok 那這一個也ok 那其他就是清洗了 接下來就是一樣先把機器洗一洗 然後再裝回去這樣就可以了 其實拆過很多遍齁 坦白講也都覺得他的設計大概就這樣子而已 不會說特別困難 只要你拆個一兩次 當然是建議你要先學的話 可以跟我一樣去買一些人家不要的機器 把它便宜跟它買 那買回來學著去抓分解組 拆完以後學著去拆學著去裝 這樣就可以了 那我等一下要清洗機器了 先不注意 那機器剛才清洗完以後 我們先稍微等它乾 那我們先來做這個化油器 那化油器我已經稍微初步把它外表清潔乾淨了 我們還是要拆起來看裡面 看它裡面的狀況怎麼樣 那種浮桶式的化油器還算簡單 比較讓我在意的是為什麼它這邊會變黑 那變黑我們稍微把它清潔一下 各位可以看一下 它都放到整個都出這種 這種顏色的油膏了 我上次的經驗齁 這次都不敢亂摔 找不到一定的空氣才敢用 有一點的暴力 按道理來講沒有那麼難拆才對 喔怎麼會黏得這麼緊 太誇張了 因為像這種情形齁 再難拆都要把它拆起來 因為沒有拆起來就 根本就沒有用 更容易塞住 都會遇到這種事勒 你看 還好沒有發生什麼問題 剛才噴油嘴在噴其實已經可以了啦 這個噴油嘴要拆不拆其實都沒關係 我的習慣是 會我們就拆 基本上只要可以很簡單就拆起來的東西 我們就拆 像這個噴油嘴基本上都是可以拆起來的 拆起來看一下狀況 OK 有 然後這個 我們也要把它三角柱也要把它拆起來 很真齁它有分方向 你不要拆錯了 不要這樣敲老半天敲不出來 好啊這個三角柱你看都都有一些油膏了 這個是一定要拆起來洗的啦 好那接下來我們 清洗 就是基本上有油膏的地方都噴 有洞的地方都噴 在噴的時候要小心 這個化清器也蠻強的 那外觀也是稍微噴一下 不要讓它有多餘的殘留 基本上這樣子大致上就可以了 好那接下來噴油嘴的部分 我們稍微噴一下 一定要有氣體跑出來 這樣子就OK了 好那其他的就是稍微噴一下 你如果清碗怕會掉 我們就先把它裝回去 好這個只要出一點點力氣就可以了 不用硬鎖 來輕輕這樣噴一下就好了 不要用水 加油線 噴一噴 好這樣就OK了 那我們接下來就可以把 化油器裝回去 就依原先的步驟這樣子 一個一個給它裝回去就可以了 OK這樣就可以了 我那化油器的部分就完成了 好今天是2017年12月22號星期五 那已經將山林的這一台 大致上清洗完畢了 那現在就是一樣要組裝回去 好那接著我們繼續將它組裝回去 基本上都是從 驅軸箱 還有活塞驅軸氣缸開始裝 我的習慣是這樣子 好那在 安裝之前都有一些小步驟要處理 像是這種 電片損壞的部分 我的習慣會先把它刮乾淨 好然後再用研磨的方式 好就是用銅刷 好下去把一些 這個廢氣的電片把它磨 磨掉 好那基本上就是很簡單這樣子磨而已 好啊因為有蠻多要磨的 所以我先把這些磨碗再錄 今天是2017年12月25號星期一 要繼續來組裝這一台T20030的硬管割草機 上次做到噴油 好那大概初步 沒有問題 接著就是上這個耐高溫的黃油 我要按耐高溫沒了 我去補一下 我耐高溫的黃油都是買一整桶的 那因為有時候用不到那麼多 所以我會把它放在這種 玩具的針筒裡 那這樣子就可以避免一些浪費 那接著我們就是把黃油鑄到這個軸軸裡面 軸層裡面 就是稍微加一點壓力讓它整個灌進去 那灌進去以後我們再把它轉一轉 讓它整個吃到油 耐高溫的黃油 加完以後就可以裝軸軸軸了 因為三菱的引擎 我沒有它的電片 所以我們都是用買這種 耐高溫的氣缸密封膠 那因為它一罐很大罐 所以不可能一次用得完 所以我都會自己做這種 針筒式的灌注方式 可以減少很多浪費 就上次用完的 我們就稍微把它排除一下 這樣子就可以繼續使用了 然後這邊我會加工一點點 讓它整個膠在灌注會比較平順一點 就做一個類似勾草的部分出來 這樣就可以了 讓它看起來比較漂亮 接著我們就是把一點點灌到 把需要的一些量灌到裡面 每次都灌一點點就好 因為你沒有辦法控制量的話 才不會減少浪費 那用好以後我們就可以先上膠 那上膠也是很簡單 就這樣子上而已 反正你就是沿著邊緣 然後全部給它上一層膠這樣 用這個方法不僅可以上得很漂亮 而且可以控制量 也不會說太過浪費 有空的人可以自己去嘗試一下 那接著我們就是把它裝回去 只是說在裝的時候 你要確定你的方向對不對 這樣子就好 把它裝上去也很簡單 那有一些師傅是說 要等膠桿啊 等膠桿你再封上去效果會比較好 但是他們都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幾乎沒有這個等待的時間 都直接上上去 啊我自己本身也是 習慣就直接上上去就好 然後接著我們就是把螺絲 鎖上去 那個驅軸箱 跟氣缸齁 要上鎖之前 我都會上這種 現在都會上這種 這個叫螺絲緊固膠 就一般的五金行應該都買得到 比較大金一點的 我這個上上去 至少都會上一半左右 然後上上去以後 我們先稍微把 四個都鎖上去 稍微四個先稍微把它含住就好 然後要鎖緊之前齁 一定要對腳鎖 吹一下就好 不要硬吹齁 就對腳鎖這樣子 這樣就ok了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有沒有 你用這種方式填出來的膠 不會易膠太多 也不會顯得浪費 這個方法提供給各位 可以自己嘗試看看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鎖氣缸的部分 那如果遇到這種 沒有辦法抓到分解圖的齁 我自己在拆氣缸的時候 都會在旁邊做一個小小的記號 就是裝回去的記號 這樣子比較不用擔心去 喔去裝錯方向 因為有些油斧是在上面 有些是在下面 他裝的方向可能會不一樣 不過印象中大部分都是一樣的 只是說我現在習慣這樣子做 這樣子 我都習慣性做一個記號 我這樣子在裝齁 就不用擔心會裝錯 那氣缸的部分一樣 我一樣沒有沒有電片 所以都要上這種膠 這樣子上齁 可以上得比較漂亮一點 不會覺得比較浪費 這個用完你要稍微把它拉一下 要不然你到時候黏住你就 這個就壞掉了 接著我們就可以把氣缸裝回去 我們就按照他 我們之前做的記號 活塞的部分他有做防呆 所以你在裝的時候要稍微對一下這個防呆孔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把氣缸裝回去 那氣缸的部分也一樣 一定都要上這種密封膠 那個緊柱膠 那一樣四個就先稍微上鎖 上上去不要鎖 那像排氣管他如果有這種 角度的這個鎖的話 我會先把排氣管鎖上去 那氣缸的部分我也會先把它含住 就是讓他一個固定的角度出來 那這邊鎖好以後 我們可以先調一下這邊的角度看對不對 理論上只要平行的話就OK 那我們這邊也是先把它找一個螺絲上上去 就上上去讓他角度固定一下就好 喔不用鎖緊啦不用鎖緊喔 然後接下來再把氣缸鎖上去 那鎖緊以後我們再改用鎖 下去鎖一下感覺一下 有緊就可以了 那都是從對角開始 OK這樣子有緊就可以了 那接下來就可以把剛才那個稍微固定角度的 就把它鎖緊了 這樣子就好了 那我們這邊也稍微把它鎖緊一點點 OK 那我氣缸的鎖法是這樣子鎖 那通常鎖上完以後我會避免鎖齁 持續把它塞住所以我會稍微吹一下 讓他整個透氣 那你有感覺氣從裡面噴出來就可以了 OK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子鎖鎖鎖箱 氣缸還有這個效應器 這樣子就組裝完成了 那接下來我們可以就先把這個 一些配件的部分先把它裝上去 接著我們就可以先把這個裝上去 卡住我們現在也先嘗試一下 看看活塞有沒有問題 那目前聽聲音是沒有問題 可以再噴一些油進去 增加它整體的潤滑度 這樣子 稍微出一點力沒關係的 讓它潤滑一下 那我們看一下壓力 壓力正常 那完成以後我們就可以上這個 活塞擋住去 擋住以後我們就可以來鎖這個 這個要加一點點加力 稍微把它鎖緊就可以了 這樣鎖緊就可以了 不用吹啊不用吹啊 我們可以換一個螺絲啊 射一個螺絲 稍微把它鎖緊 這樣就ok了 接下來換電盤的部分 那電盤這邊齁 它有一個半月翹要裝 這個半月翹一定要裝 不能不裝 那這邊都有做防彈 你只要注意方向就可以了 那我的習慣裝上去以後 會輕輕的敲一下 然後接下來再鎖上這個螺帽 然後接下來再鎖上這個螺帽 我們吹上去以後 再用鎖下去鎖一下這個感覺 ok這樣就可以了